我是眼镜老师一号 我是眼镜老师二号 我是眼镜老师三号 妈妈们怎么变成这样了 那是因为 辣椒真好吃 辣条没收 你能吃辣条 我就吃饼干 好香啊 小白你这样是不对的 你管不着我偏要吃 竟然不听话 真是气死我了 我这就给你妈妈打电话 老师别打 我不吃了还不行嘛 这还差不多 照样照样 黑暗魔王 你怎么不动呢 大宝 小点上 会被眼镜老师发现的 被我发现什么 好啊大宝黑暗魔王 你们竟然在课堂上玩游戏 每人写五百次检讨 没问题 奇怪 写检讨怎么还这么开心 小白告诉你一个秘密 其实 我们打赢了很多检讨书 不管老师反省多少遍都不怕 是吗 没想到 你们还挺聪明 明天把家长叫来 老师不要 我们知道做了 就别让我爸爸来了吧 也行 下课去办公室写一千字检讨 我看着你们写 老宝 我已经发现了 你们只害怕请家长 所以 我才让他们来上课 老师 不要 怎么 要我们陪着 你们不开心吗 不是的 猫猫 你工作太忙了 我是不想麻烦你 大宝说的对 我们不想给你们添麻烦 你们还是回家吧 不麻烦 只要你们能好好学习 让我干什么都可以 没错 马上要上课了 我们快去教室吧 等一下 你们给我们上课 那眼镜老师不就没工作了吗 所以你们还是回去吧 黑暗魔王说的有道理 这样吧 如果你们能认出 他们三个 哪个是假的 我就让他们回家 什么 这楼面还有假的 我怎么看不出来 显示十分钟 你们要加油哦 我先来 妈妈 我昨天晚上吃的什么 我昨天晚上起来吃夜香 不小心被妈妈发现了 假的妈妈肯定不知道 麻烦小龙虾 我不让你吃你偏要吃 结果今天早上就肚子疼了 没大证据 看来我妈妈是真的 接下来到我了 妈妈 我最想要的公主群是什么颜色 绿色 这是你最喜欢的 抹茶布丁的颜色 我妈妈也答对了 看来黑暗老爹就是假的 我还没提问呢 你凭什么乱说 爸爸 我问你 我和黑暗可可 你喜欢谁多一点 当然是你吧 你年龄比可可大 爸爸喜欢你的时间更长一点 但爸爸对你们的爱是一样的 和爸爸平时说的一样 我爸爸也是真的 什么 怎么会这样 时间快到了 你们选好了吗 其实 三个家长 都是我用魔法复制的 小朋友们 你们可不要告诉他们哦 这可怎么办 到底哪个家长才是假的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吗 快告诉我吧 拜托你们了